雅伯氏症Apert Syndrome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遗传疾病 它会导致头颅 面部以及手脚畸形 原因是颅缝早期闭合所导致肩颅或病殖等先天性综合症 也是染色体缺陷所导致 据统计16000个新生儿当中只有一个会罹患这种疾病 几率可说是非常小 这位名叫比利Billy Mitchell的七岁男孩就是那少数中的一个 这种罕见疾病将会造成自身牙齿排列异常 还有一双像鸭子那样有扑手脚 鼻子上的不对阵畸肌形更会导致气管堵塞 小小年纪就经历了50多次面部重建手术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手术 甚至还必须将头颅打开 重塑头部以太架端入头部长达9个星期来维持术后的恢复养护 手术进行前 医生和比利的47岁妈妈密雪儿 密丘述说进行手术的风险 其中包括脑膜炎脑损伤出血性灾难导致中风以及死亡 第二天奇迹发生了 虽然还没破例危险 但比利紧过来了 最终他被转移到儿童医院观察 而比利的孪生姐姐洛伊斯 Lois特别爱他 在他住院时都会着急地想看到比利 可见家人的爱多么伟大 有天晚上 密雪儿听到了哭声 原来是他的眼皮跑到了眼球后方 而眼睛整个暴露在外 雅伯市症的儿童眼睛轨道非常小 因此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逼不得已之下 医生马上做了眼皮手术 防止比利眼睛进一步出现严重恶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减轻比利大脑的压力 六个星期后还要做一场大手术 并且挽救他的视力以及重促他的整个头部 也因为比利不断的动手术 密雪儿24小时都需要照顾他 不过值得静静的是 夫妻两总能适时互助互卫 一起共度眼前难关 之后陆陆续续历经了手和脚分离手术 没想到比利恢复得非常快 已经可以自己做起来了 不过 密雪儿带比利出去晒晒太阳时 有一个女孩看到比利就说 天啊 你看起来超可怕的 密雪儿生气的转头就走 圣诞节活动时 有个孩子指着比利做出了不礼貌的动作后 她的母亲走出来说 不用管他们 那位母亲真不应该把这样的孩子带出来 密雪儿听到后 既生气又难过说 如果他们知道比利的病情后 后 还会这样对待他吗 回到医院后 医生为了让他更像一般人 于是再次进行了面部重建手术 而这次的手术非常成功 比利已经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成长 当密雪儿问比利觉得怎么样时 比利说我超喜欢我的心道型 这样豁达的回应 顿时让全家人感到非常欣慰 比利是个勇敢斗士 竟然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一段 现在终于能够正常生活 灿烂的大笑 这绝对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 而对于天生就拥有健康身躯的我们来说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知足 并且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呢 感谢观看